背着安全帽穿好装备 聆听简报说明 一行人来到边坡旁视察 台八县台九县卫楚山区 地震后地质不稳定 只要一下雨 常常发生土石流或坍塌的情况 严重甚至酿成道路阻断 零四零三地震重创花莲 许多连外道路受到影响 尤其是台八县中横公路 及台九县苏花公路 更是动不动就封路 而18号行政院长卓榮泰 与团队分别到台八县 183.6公里处 和台九县汇德隧道北口试察 除了了解工程进度 也要进一步讨论 如何加强力道去防范大雨侵袭 如果把太鲁阁天翔这一段做好 才不枉费太鲁阁是世界级的 一个游览的地区 我们把长春池还给中横 我们把太鲁阁还给世界 另外太鲁阁精英酒店 在地震后停业将近半年 如今宣布10月1号要重新恢复营业 虽然道路还是有时段管制 但业者将会以缓步开放 逐渐恢复营业 对于这回台风来恐怕造成风雨 他们强调会照着SOP防范 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也说明 天翔地区也会作为中横公路的检疫休息区 空测停车场及每一员都可以使用 不过游客中心及北洋步道 仍然不对外开放 山陀尔台风已经生成 10月1号2号预估将会最靠近台湾 风雨最佳剧烈 工程团队也得加紧脚步 做好更完善的防台准备 TVBS新闻高中 南亭花莲采访我的